我们的故事由无数瞬间组成 每一个瞬间都有无限可能 但只有少数能够世代倦勇 辉煌的 灾难的 深刻却残酷的 高贵而美丽的 都为我们铸成史诗 而现在 每一刻的可能由你掌握 让我们这就出发 去感受自由的乐趣 是的 自由 自由 非常自由 行军也可以蛇皮走位 斯般顺滑 这就是身法 有了它 就可以悄悄摸到敌人身边 再给它来一下 欲敌先不要慌 掏出英雄们祖传的技能 放个大招 扭转前吞 啊 空大了 看来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 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 智者乐水 人者乐山 而我们全都要 如果不是要去攻城 这一趟 无异于部队的徒步团建 前方盟友集结攻城 而凑热闹 是千百年来备受人类欢迎的一种休闲娱乐活动 四面围城 似乎是一场硬仗 能用器械 为什么要肉搏 先假装直冲东城门 实则让小分队智取边路 撕扯敌人兵线 我预判了你 你预判了我的预判 而我又预判了你预判了我的预判 轻轻松松又破一个城门 让这场胜利变得毫无悬念 更何况我们还有盟友 等等 看来防火防盗防盟友 果然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之一啊 八月的清晨 大西洋吹来的温带海洋性季风 唤醒了城市 地中海勤劳的NPC 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他们的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将换来大自然慷慨的回赠 而一路向北四百公里 位于CBD区域的名城 空间大 采光好 交通电力 配套完善 世界各地的野心聚集于此 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史诗大战 边境线秒变火线 我们的邻居也许下一秒就会不倾自来 传奇英雄作为帝国的高品质人类 是门面一般的存在 数字换头数 让我们得以欣赏到高清时代英雄的颜值 高定式角色的硬指标 发丝清晰可见 皮肤吹弹可破 盔甲凉身剪裁 这位平平无奇的动补演员 承载着整个美术组的期望 三个月后 又一个新角色将应运而生 从远古到今天 重返帝国的世界 从未停止开拓的脚步 一起重返帝国 让我们期待这场久别重逢